如果多說一些Blue Magic的話,除了CE之外,其實還有這兩個 兩個都會把Clever Cat變成Sami snake,也是發作嘶 這個故事會比較簡單,我們剛剛說的這個 他發音就是Blue Magic,令Clever Cat變成一條蛇 然後他又說,原來Magic E有時候會很忙 他要找人幫助他,否則Clever Cat和Semi Snake會吵架 所以他就找了Mr. I來幫他 找了Mr. I,Mr. I也會給他一頂帽子 讓Mr. I可以發放魔法 亦可以令Clever Cat變成Semi Snake 即將他變成一條蛇 這個也是發的嘶 我們又記得,有個Yellow Yoyo Man 有時會做兼職,會幫Mr. I 所以,在這個情況 Yellow Yoyo Man也會發放一個魔法 一個Blue Magic 令Clever Cat變成一條蛇 所以,這個Blue Magic 其實有三個情況都會有影響 就是這三個 首先就是這個 我們先記得這個故事 原來,Magic很忙 可以放下帽子 就讓Mr. I幫他 有時Mr. I又很忙 那就Yellow Yoyo用命來幫他 剛剛介紹了 Ci和Cy的發音分別都是 C 我們去看看字的例子 這個是Circle Circle Cir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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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cil Specific Exciting 這邊就是Circ Ci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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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都是一個Cs的音 另外,其實裡面有一個叫做Picture Code的技巧 通常如果我們知道那個故事的話 其實我可以畫一些公仔上去,例如這個 我們就用另一隻色線,這個是Magic E給了一個展示的 它就會發放一些Magic出來 就會令到它變成一個Semi Snake 小朋友會看著容易一點 咦,這個就是Clever Cat的歌音 所以這個是 Circle 這個也是另一個故事的LE,稍後可能有機會在這裡跟大家介紹 說了Ci和Cy的發音都是S 我們看看例子 例如這個 Circle Circus Pencil Specific Circic Exciting Fancy Cylinder Urgency Turrency 以及 Pharmacy 這些是一些例子 然後想特別再講講Circle這個字 因為有家長特別有文 以及想講講Laterland裡有一個技巧的 叫做Picture Cove 是幫助小朋友寫一寫不同故事的音 我們遇到這個字的時候,其實是會怎樣拼呢?如果拼這個方法 剛才有說過了 Ci 是發個S 其實 Ir 是一個 呃音 這個Stage 4會講的 然後 這個是 Clever Cat的音 還有 Le 其實是有另外一個音 是Laterland裡有一個故事去記的 稍後再跟大家介紹 這個字其實是 Circle 剛才說有一個Laterland的技巧 叫做Picture Cove 其實它會將一些字 畫成一個圖 這個是Mr.I 因為 Magic E的展示給他 他會發放一些Magic出來 Clever Cat 會變了 一條蛇 而這個C是什麼來的? 這個C 其實就是Clever Cat 只有一條蛇 這樣 所以看下去就知道 對呀 這個呢 是Mr.I幫 Magic E發放Magic 這個是Blue Magic 所以這個是 S Ir就是 ER O 所以就是 Circle 這樣 Circle的字就是這樣拼 但是 我會覺得 因為Circle這個字其實都是常見的 小朋友很小的時候已經看到 所以 拼音的方法是會解釋得到的 但是我覺得 如果去到那個位置才解釋 就有時遲 所以很多時候看到 小朋友常見的字 就會 盡量 如果有拼音的方法 就用拼音方法記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是 真的會 有圖 有字 要小朋友先記了一個讀音 先 讀音 有時我們怕未必很準確的話 我們就不厭其煩 都可以拿個字典出來 讀給他聽 讓他知道了 Circle 就是 圓形 然後 之後 當他大一點看到那個字 他就會 在那個字裏 對呀 這個 他懂得拼音方法 會知道這個字 Cir Cil 是 Circle 這樣 所以這個次序 應該是這樣 讓他知道了 音 即不是 就是 看到一個字 拼到 才去解釋 而是先有個音進了路 就是 Circle 其實就是圓形 之後 當他在文字上高 即是在字面上高 看到 Cir Cl 如果他再用 這個究竟是甚麼字呢 原來用拼音的方法 拼到 Circle 他就會知道 圓形 所以次序應該是這樣 先有個音 入了路 知道這件事是甚麼 然後見一次的時候 就可以用拼音的方法 就千萬 如果我們是 純粹靠 看到這個寸法 而讀到 才再認識的話 其實就 遲了 這樣好像說得很複雜 希望大家明白 那 那 我 都 在 那 都